妈,我也要穿温暖排毛衣 想要毛衣自己吃 哎,一大早就要吃狗粮,难为我了 新年快乐,红包拿来,一个不够,我要五个 怎么,又想跑 爸,你装罪 哼,你老爸我纵横商场多年 如果没点酒量早被人算计了去 我就是装罪让你们两个独处 好你们两个小东西,想把我丢下自己跑是不是 爸,我们不是 你们想走也可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年后把婚结了 第二,要么今天晚上就洞房 了了我这桩新事,随你们去哪 于是,林旺和钱宝贝又被钱妇带回去锁在了房里 就有了年三十的这一通电话 另一边林母忧心忡忡 是不是要失去这个儿子的时候 琪琪的手机又响了 老林,你来接,你们都是男人,沟通方便 喂 亲家,抱歉抱歉,我这喝多了 刚刚话没说清楚,事情是这样 亲家母和琪琪她们都在吧 这样,你开个工坊 大家都在吧,事情是这样 林旺人在我们这,我就想着这样 人都来了,就先在我们这边把婚礼办了 亲家和亲家母过来喝喜酒 然后再选个吉利的日子 回你们那再办一场 你们一下如何啊 两边都办的话,林母倒是没意见 两家离得远,又要照顾到两边的亲戚 这么办是最合适的 林旺呢,他是怎么说的 哦,两人都同意了 林旺这小子把他家产全带了过来 他的诚意我感受到了 不过我不图这些 只要他对我家宝贝好就行啊 那宝贝同意了吗 我家那个傻丫头啊 自从看了林旺的屁股 眼睛里就看不下别人啊 还说林旺那屁股上游 那,要不你把电话给宝贝 我来和他说说 终身大事,林母不想挽去了宝贝 哦,那可能不大方便 两人在一个屋睡着呢 这样,明天大年初一 我让宝贝给你们打电话拜年 今天就这样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前夫挂了电话 现在也是零点了 外面开始急动放炮仗 到处都是哭哭啪啪的声音 迎接崭新的意义 熬到这会大家都困了 几人也都回屋睡了 新年了 两人在屋里枯燥地坐了好一会儿了 屋里也没有个电视啥的 不早了,你去睡吧 那你睡呢 你睡,不用管我 我熬一夜也没事 那我也不睡了 我现在不困 那行吧,我们说说话 凌望,那我们说什么 凌望被他一本正经的模样逗了 走过来在他旁边坐下 看着他额头淡淡地扒 你这里还疼吗 不疼了 凌望伸手碰了碰 羊 睡觉吧 两人如果都坐着 还真不知道能说什么 至于做什么 凌望觉得还是等到结婚之后比较好 虽然前夫挺着急的 哦 钱宝贝这一次也没反驳 钻到被窝里 凌望坐回椅子上休息 老树像这边手碎的人家 也渐渐熄了灯 杨二民家则是灯火通明 阿芬,你陪根子去睡吧 不能都熬着 别把人熬垮了 成,那我先回去 明一早再过来烧早饭 杨成,你去给你妈道个歉 再给她弄点饭菜吃 王彩凤应该是气着了 一直待在屋里 晚饭也没出来吃 我不去 你奶奶的教训你还没看到 你妈的脾气你最了解 她要一气之下再喝了要怎么办 你难道真想被人戳着几两股骂 杨成对杨大民这个大伯 还是有敬重在的 坚持了会往后边造房去 但是我也不好多插嘴 杨成不容易 你也管管王彩凤吧 他这把年纪也不会有啥成就了 杨成还年轻 前头一个宋娇 虽然人品不好 王彩凤也没好好带过人家姑娘 杨成总是要再讨一个进来的 王彩凤再这样 哪个姑娘能带得下去 我去替霸 你好好想想 成叔,新年好 新衣服真好看 你穿着特别帅 小九,你不管管 成叔,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我以为你不会理我呢 果然是穿了温暖牌的衣服 心情好啊 小九在旁边笑 许真端着早饭从屋里出来 妈,我也要穿温暖牌毛衣 想要毛衣自己知 哎,一大早就要吃狗粮 难为我了 新年快乐 红包拿来 一个不够 我要五个 七七啊,为什么是五个 三个宝一人一个 还有我和小九一人一个 孩子不管多大都是父母的宝 所以我这个大宝宝就不客气了 来吧 陈文青动作僵硬地拿出红包 摊开数了数,三个 成叔,你这样 我真的很难在妈面前帮你说话的 等着 陈文青折身去了屋里 又拿出来两个红包 七七笑得嘴都合不拢 美滋滋收下 塞了一个在小九外套口袋 正好有的是知会你们 过几天我打算去山下小屋小住 哦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规矩我懂 妈,你放心去照顾成叔吧 不用担心我和小九 就说这大年初一头一天 一家人难得在一起 悠闲地待了一天 下午的时候 前家那边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爸妈,你们来晋圣一趟吧 让我们去做什么 你不把话说清楚 我和你妈两眼一抹黑怎么呢 我要和宝贝结婚 先在这边办一场婚宴 你们快来替我准备 那定在什么时候啊 我和你爸都有工作 还要请假调休 你得给我们个时间 这个嘛 当然是越快越好 我已经找人看好了日子 就在年初时 你们人过来就行了 这边我都准备好了 不用你们操心 对了 七七和小九也一起来 钱叔叔 恭喜恭喜啊 不过我和小九来不了 三个宝还小 出不了远门 等我哥和嫂子回来半久 我再敬你三大杯 好 咱们说好了 我是真的想不到 我家林旺还有这运气 老林啊 咱们家祖宗显灵 你说 宝贝和他爸 看上咱们家儿子什么了 妈 这咱们就不用懂了 反正宝贝嫂子 既然看上我哥了 我哥在他眼里 肯定有特别之处 古人不就说了 情人眼里出西施 要不然我问问你 你当初看上我爸什么 没大没小 调侃你老娘 这小机灵鬼 妈 你看见了吧 我现在可是有女儿护体 你别总掐我 看看你女儿 不都是你惯的吗 晚饭后七七开车 将林傅和林母送回了家 哎呦 差点忘了 初五还要喝墨家的喜酒 说好了要去的 这样一来的话 只能初六再走了吧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这样 我想办法帮你们订两张飞机票 如果顺利的话 最迟初七就能到了 七七拿出一本存折递给林母 这个你拿着 密码是我的生日 我不要 我和你爸还有些积蓄 你哥结婚 怎么能让你这个当妹妹的破费 妈你们到了那边领着宝贝去城里逛逛 黄金首饰还有一副礼物补品什么的 多买一些 黄金款式什么都不重要 挑重的买 还有钱加大大小小亲戚的见面礼什么的 另外 我和小九不能过去 你取88888块八毛八分出来 是我和小九给他们的礼金 我只是用个小的一个 我把小小的衣服 帮你再给你 你拉着我 我还是没有人散开